9月5日林峰 李志亭 张静轩 RoboBand等出席杂志创刊酒会 早前常驻内地派出的林峰表示终于可以回来香港工作 问到女友吴千语终于不用北上探班 林峰没有正面回答 只表示家人朋友都在这边所以比较方便 不知千语BB是家人还是朋友呢 其实很开心啊 那回来香港毕竟这里是我自己生活的地方 那工作也方便一点 那对啊 朋友啊 家里的人都在这边 那而且因为之前在一直在红店那边工作的话 每天都是在工作 也没有那边也可以选择的那个吃的东西也很少 那一回来我就吃了很多好吃东西所以我长胖了 刚够党新公司的张静轩 孝岩现在忙到 有点像刚出道的感觉 除了会为新增集和演唱会准备以外 明年5月的舞台剧也是十分重要 据悉该剧可能有全裸演出 所以现在现在也在忙于减肥健身 尽量满足剧本要求 最近在练身就是在健身做运动减肥 因为三十岁过后有些渡难了 所以要为明年5月的舞台剧做准备 那所以这次现在在吃一些餐单了 但反正也是比较难吃的东西 但是为了这个身形看上去 要能够满足剧本的要求也没有办法 电影一意惊喜 自内地上映以来 口碑跟票房也有不错的成绩 李志廷更与范冰冰传出备闻 李志廷坦言没有电影上映 都会有这样的声音 反而现在还有跟冰冰联络 也挺感激对方的 我觉得这些东西 每一次有电影上映 都会有很多这样的声音 但是对啊 我们都非常开心 我跟冰冰也有联络 就很挺感激的 因为我们这个档期也非常紧张 然后现在成绩很好 大家对我们的评语也是非常好 所以挺开心的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